第一百零一集 你去知会庆林长公主 朕恭喜她认下了义女 皇帝最后看了一眼萧欢 平淡无波地说道 爱妃 陪朕走走 是 贤妃一步一驱地跟着皇帝离去 他们一行人远离了人群 宁心突然放下了帘子 怎么了 没事 宁心忘不了皇帝方才看过来的目光 他以前有点将皇帝想得简单了 我只是没有想到陛下会容忍庆林长公主的绯闻 容忍下萧欢 没等宁心说完 长公主府的府门打开 从里面跑出来一个体面的妇人 有四十多岁 她走到萧欢的面前 搀扶起萧欢笑道 长公主有请 我不想见长公主殿下 我磕磕头就走 没有摸清楚状况进门 那就是找死 萧欢的动作中多了些挣扎 她含泪低气 我这就会相见 我不会再打扰长公主的 看你说的 妇人的眸色变了变 笑意不改地为萧欢擦拭去眼泪 唉 长公主 虽不知你亲生父母是谁 但看你可怜 想着认下你做义女 萧欢惊讶道 不敢 奴婢不敢的 这有什么不敢的 长公主啊 一向心慈 夫人拽着萧欢 向里面走去 你毕竟在江南 同宁星争斗过 又同县主闹得不痛快 长公主也是心疼你 不想让你被旁人非议 因此啊 认干清 一切从简 酒席就不摆了 萧欢喜结而泣 含泪道 我只想要疼爱我的父母 一事不重要的 你能这么想就好 长公主不会亏待了你 两人走进了长公主府后 夫人才到 以后你那番说子 可别再提了 你得了最最尊贵人的恩赏 长公主这才认下了你 我只是长公主的干女儿 不敢再奢求别的 一边表明了态度 萧欢一边思索 最最尊贵的贵人 到底是谁 外面看着热闹 外面看着热闹的百姓 见萧欢成了长公主的干女儿 赞叹般地离去 这干女儿也是女儿不是 只有胸襟开阔的长公主 才会认下一个在江南冒充宁家女儿的萧欢 江南的事情已经在京城蔓延开 萧欢母子三人的所作所为 不是都推给了陈姨娘 就能喜清萧欢的 没准啊 是我家婆娘所言 长公主想要宁家什么东西 才让自己的干闺女去的 也许想给干闺女个正统的出身 不是说陛下有意封宁三元的女儿吗 我家婆娘也这么说过 顾泽某 京城的事情是越来越有趣了 宁心深深地出了一口气 虽然嘴上说有趣 内心也觉得兴奋 但宁心没有想过被人在背后摆一刀 尤其是在宁心摆明态度 很是厌恶萧欢的情况下 于是刚到达府里 宁心来不及看她在京城的新家布置 扶着宁老太太进门后 直接对抱琴说道 让人给齐王殿下送个消息 宁老太太皱了皱眉头 宁心口中是齐王殿下的尊称 可实际上他们之间很熟悉吗 这让在齐王身边的李明锐怎么想呢 宁心显然没有宁老太太的担心 告诉她 我讨厌她 我讨厌她的算计 小姐 抱琴对宁心的命令实在是很疑惑 这么做怕是 让你去你就去 宁心一白袍袖 再有下次的话 我直接找她算账 把她送过来的东西都退回去 抱琴求助般的看向宁老太太 太夫人 您看 礼物退回去 宁心方才所言 不必告诉齐王殿下 若有人问你为何如此 你就说宁家高攀不上齐王府 本打算插嘴说话的宁心 被宁老太太一个眼神 按在了椅子上 宁心绝了绝嘴 嘀咕了一句 抱琴明了地屈膝 奴婢遵命 信丫头 你是真烦齐王殿下呢 还是欲擒故纵啊 在抱琴走后 宁老太太道 宁心瞪大了眼睛 欲擒故纵 我对她 顾尊母 我可从来没有想过同她怎样 如果宁心想同齐王成好事的话 早就下手了 哪还容得了齐王联姻江家 宁心说过 她不做英丽华 一辈子都不会同齐王有男女之情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不管她将来身陷牢笼 还是君临天下 我同她都没有关系 即使不想同齐王有牵扯 以后方才那些我讨厌你的话 不要再说了 我并非阻挡你同齐王见面 以后你对她要有对皇室王爷的尊重疏远 宁心说得坚决认真 她好像有点明白 也有点糊涂 我 我说的哪些话不妥 话语间太亲近 也太过暧昧 宁老太太和宁心不争气一般地看着她 唉 我留给你的题目 看来你是一点都没记在心上 别以为你不知不觉地吸引男子的注意很无辜 我同你说过 女子的魅力讲究收放自如 齐王殿下是个有野心的人 你讨厌她的算计 她会少算计吗 姑祖母 你不明白 她竟然成全了孝欢 她难道不知道我讨厌孝欢吗 是你不明白 你讨厌的事情 她即便做了 你能拿齐王殿下怎样 为了这一点事 就打上齐王府 宁老太太语气重了许多 以前看宁心形式成熟果决 如今看她在情势上 还真的像个孩子 如此一来 宁老太太反倒是放心了 如果宁心事事不用她提点的话 十六岁的宁心也就太恐怖了 也太妖孽了 我 我知道必闲的 宁心小声地为自己申辩 哼 我看你不知道 宁老太太上下打量着宁心 无奈般地叹息 你有做宠妃的本钱 新丫头 你的一贫一笑 一举一动 非常妩媚 同时你也长了一双水眸 谁都可以说自己有一双水眸 但你说这话 笛气十足 我长成这样 我有什么办法 这是我愿意的吗 宁心没来由得很气恼 对于自己白莲花一样的样貌和体态 她比任何人都烦躁 宁老太太难得看到宁心这样的孩子气 她笑道 因为你的长相 你的才情 你的魅力 所以你行事更应该谨慎 今日你那番话 让七王殿下怎么想 万一将来被七王妃知道了 江家小姐即便心有所属 但江家的人也不会眼看着你同七王交情甚密 如今很多人都知道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你入王府为侧妃 一个册子认你再高的心智都逃不出齐王妃的手心 我才不会去做册妃 齐王殿下我见过一次 内心阴沉沉稳 他对你有情 我可说错了 宁心垂下了脑袋 他 他对我有情 我就要回报吗 他也想得太美了 他不仅对你有情 还有野心 也对李明锐有好感 宁老太太摇摇头 你们三人哪 许是会纠缠一生 我想七王不会介意 在你和李明锐中间 制造点矛盾 宁心握紧了拳头 愤恨地说道 哼 这种阴损的招式 他非常的拿手 前生 他为韩王的时候 就没少这么干 宁心更多的是 以为自己同丈夫之间的隔阂 当作丈夫不相信自己 当作是他多疑了 这种招数 虽然简单 但非常有效 好在李明锐性子醇厚 他只相信你 相信亲眼所见 可一旦齐王殿下心愿达成 他有更多的人手 来给你们之间制造矛盾 李明锐那个时候 也是功成名就的重臣了吧 他必然同现在不一样 宁心啊 你别忘了一点 你是个女人 谋算再强 也有可能落入陷阱 宁心说不出话了 宁老太太停了一会儿 你也别忘了 李明锐是男人 男人的醋意不比女人小 男人的独占心更重 宁心一下子 从椅子上站起来 面色苍白 眼里水汽缭绕 我 我要去想一想 新丫头 宁老太太 很担心宁心眼下的状态 她拦不住宁心 对旁边的弄月等人吩咐 跟着她 但别打扰她 是 宁老太太揉了揉额头 哎呀 这个丫头啊 宁心横冲直创的 在心府里游荡 这所三进的府宅 超乎宁心想象的精致 屋设阁楼 别具匠心 林音小鹿幽静 水上回廊奢华 她走得累了 宁心坐在凉亭的石凳上 八角凉亭上挂着风铃 秋风拂过 铃声震震 不远处是沿着假山修建的瀑布 瀑布的水流平缓 哗哗的水声 同风铃的声音交向呼应 这座宅邸 宁心的心里 估算出一个害人的价格 就冲府里整体的布局 她也知道 宁老太太用了很多的心血 屋子里的摆设 怕也是遵循着宁老太太 最合适享受的格调 宁心手臂拖着下颚 真是找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佛爷 不 是大财神 宁老太太应该叫宁财神 弄月是宁老太太训练出来的婢女 今年不过十四岁 弄月容貌清秀 十分的可人 她将一件披风盖在宁心的肩头 悄然的退到一旁 一会儿功夫 宁心的面前出现了一盏热茶 几叠点心 做这一切 弄月没有弄出一点的动静 孤祖母训练出来的蒲丛 堪比王府了 宁心感叹了一句 一下一下地宽着茶水 垂下的长节挡住了眼底的自嘲 因为宁老太太很厉害 宁心对她有所忌惮 所以今日宁心才会上演这样一出 她向宁老太太表明 虽然她很聪慧 但还有不足 她不是妖孽 这具娇弱的身躯里 藏着无双郡主的灵魂 是宁心最大的秘密 也是不想告诉孤祖母的秘密 香鸣入口 沿着喉咙进入了肠胃 宁心除了感觉到 齿甲留有余香 胃里也非常的舒服 眼下她分不清 方才那场戏到底是谁入了局 做过鸭子大飞 勾引过草原上的大汗 宁心怎会不知 方才的话太过暧昧 故意留下了破绽 让宁老太太指点她到最后 宁心是真的受了教育 本来已经遗忘的丈夫 前生丈夫的面容 在脑海里清晰了一些 宁心怪她不信自己 怪她想将自己献给韩王 怪她没有胆量 怪她很多很多 可宁心记得 她在九岁的时候 霸道地用自己入怀 双目赤红地说过 我也是个男人 宁心 你是我的 她以为她会趁着酒醉壮胆 同自己成就好事 可她最后宁可去洗冷水澡 也没有碰宁心 当时宁心说她是胆小鬼 说她没用 可现在宁心将茶盏放在桌上 看着石桌上刻下的纹路 也许我们都错了 在京城 论哪家王府最奢迷 没有王爷感同齐王争 身处富贵奢迷的齐王府 齐王看着桌上被宁心退回的礼物 嘴角微有苦涩 带了极许宠溺地说道 她生气了 不理会本王了 一直坐在齐王身边 书不理手的李明锐 此时抬起了头 她紧了紧手中的书卷 齐王殿下 您让萧欢成了长公主一女 她怎能不生气 你呢 也生气了 齐王邪逆了李明锐 李明锐闷声道 我没资格生他的气 齐王的心 撕被一根针狠狠地刺入 没资格 将来李明锐有资格的时候 他会生宁心的气吗 王爷应该知道 昭容宪主想让萧欢做什么 李明锐的目光灼灼 皇帝也是明白的 他给贤妃娘娘增添一颗 看似没用的棋子 陛下挺喜欢九皇子的 齐王满吞吞说道 在皇族中 越得喜欢 越是危险 皇后身后有长乐公主 而长乐公主 同宁心是手帕之交 李明锐 若你肯寻根归族 本王也不用费这么多心思了 昭容宪主真是可怜啊 自以为掌控全局 实际上谁都知道 他要做的事情 昭容宪主薛真 确实是这群人精子中 最可怜的一个 明明智谋上 比身边人要差一点 偏偏他要摆出算无一路的高深样子 全然忘记了他上辈子被宁心生吞活泼 还没地方说理的教训 他以为重生后知道将来的事情就可以高人一等 扮演先知成为下棋的人 可事实上 一头牛迁到北京 他还是一头牛 不是说重生对他没有一点帮助 只是如果他不装先知 向宁心报仇的话 这一辈子他会过得很太平 齐王逆了李明锐一眼 淡淡说道 最最可怜的人不是昭容宪主 姓林长公主比薛真可怜得多 在他们身上充分印证了 没叫到好女儿 带给家族名声的打击 一样是毁灭的 如果不是王爷逼得庆民长公主不得出府 萧欢等不到陛下 李明锐紧了紧书卷 看了看地面青砖的纹路 喃喃问道 燕国功夫对王爷很重要 李明锐没有问 齐王如何先与薛真掌握住燕国功夫 更没有问 齐王手底下有没有女间谍 本王是不想燕国功留下的燕云飞骑阵图蒙臣 薛真想要得到的也是飞骑的阵图 齐王的目光中带了几许的火热 更多了几分的深意 燕国功 汉王 当然 还有曾经的宁家 他们才是富国的最大功臣 养出无双郡主的宁家 宁家祖训其实就一句话 不求功名利禄 勇士镇守边关 宁家人不杀大唐帝国人 齐王慢慢地合上眼睛 呼吸间似能嗅到上辈子为寒王的无奈 同时也有对宁家人的敬佩 他的师父被称为毛坑里的石头 固执得可怕 据宫中密闻 当年恢复大唐后 封赏时 宁家人辞绝 安守寒帝 直到五十年前 草原上的达子再度兴盛 意图扣边 宁家人才重现 可是宁家少了几张阵图 无法构成县子营 李明锐听得极是认真 从齐王的话中 不难听出 复国战争时的铁马铮铮 那时候的事情 已经很少有人记得 即便记得 也不会有人提起宁家 唯一 赢尽